社交距离措施在星期四起首阶段放宽 包括食肆恢复晚试堂食 大部分表列处所获准重开 旅行社可复办不当于30人的本地游 相关业界都期望在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下 能为业界带来气息 政府今个星期四起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食肆恢复晚试堂食 营业时间至晚上10点 最多4人一台 有餐饮业界形容是给业界泉息的机会 但认为对生意帮助不会很大 期待当局下一步放宽措施 另外有旅游业界说 已经准备好复办本地游 而绝大部分从业园已完成接种3剂新冠疫苗 业界预料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后 每天都会成团 但相信不多于30人的旅行团会较容易举办 预料初期未必会有太多团体或者学校部团 其实由礼拜四开始 都陆续每天都会有一些小型的旅行团 例如30人左右就可以做到的 至于一些100人的旅行团 其实市场上 谁会扮一些100人这么大型的旅行团呢 其实很多社区组织 而美容业界就说 业界在准备重开的工作畅信 包括准备好配合顾客 使用疫苗通行证的工具等 而预订情况也都拥约 预计由今个星期四起的 一两个星期内的预约已经爆满 凤凰卫视记者 邝叶斌